欢迎回到信用现场来看到高雄凤山有一位教授的家人 在过年前返台发现确诊 后来在立法委员许志杰的协助下 康复出院也顺利回到美国了 为了让更多患者能够早日康复 就捐赠100箱的营养补给医疗单位 许志杰感谢这样的善举 带来抛砖引玉的效益 立法委员许志杰服务处外 摆了一盒又一盒的营养补给饮品 原来是有善心人士要捐赠给医疗单位 总共有100箱 而会友这样的善举都是源自于马长林教授家人 当初是家人从美国回来 结果回来的过程中间 他是7加7加7的时候 结果在提前发现 他的CT值出现有感染阳性现象 目前这种轻症感染 他的治疗基本上是症状缓解 结果在医院就一直待了两个礼拜还下不来 事实上他们准备只有回来三个礼拜 看是家人家立刻走 那所以回来之后就很焦急 因为这个一直出不来 孩子也回不去 后来他们来找我们 我们就想说 其实这个都是按照那个指挥中心的规定 那也许就是 如果能够给他一点营养补充品 保管器 看会不会好一点 那后来我们就帮忙 就是也谢谢元璋 他提供他的这个保管器 营养补充品 那他使用之后 他发现说 好像孩子强身状体 身体有比较好 透过立委许志杰介绍 让马教授的家人得以康复出院 顺利回到美国 因此就决定捐赠了100箱的营养补充补兴品 不仅是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 感谢医疗团队 也期盼可以借此帮助更多的患者 能够早日康复 就是说看哪一些医院 或者是哪一些患者 那他也愿意来使用这个营养补充品 保管器 那看能不能好一点 那对大家有帮助 我想这个是马教授的好意 那我们也会就是来帮忙找医院 看看能对哪一些病患有帮助 我们都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去协助他们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教授 那事实上我也都会讲一些营养的东西 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话 我们都希望尝试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 因为他也很快 几天之内他就跳升上来 那也能够顺利出院 顺利回美国 那我们只是一个抛砖引预 除了帮助 我们希望能帮助其他所有的人 许志杰也特别颁发感谢状 给捐赠单位以及厂商 期盼借由马教授与家人的善举 带来抛砖引预的效应 在面对病毒威胁时 都能够持续的凝聚正向力量 大家一起起心抗疫 战胜病毒 齐心防疫 一起努力 对抗疫情 Let's go fighting